政府正是檢視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可持續性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星期日在電視節目上強調 政府不會改變受惠的年稅及適用的交通工具 並且會在今年內完成檢討定出方向 他說2元乘車優惠計劃是一項得正 大家都看到推出以來便利了長者出行 對長者的精神及身心健康都很重要 所以政府初心不改不會取消計劃 對於政界及坊間有不同的建議 孫玉涵就說所有意見都會樂意去聽 由8月25日開始 所有用2元優惠的人士都一定要使用落油卡 退行實名制後須時搜集更多數據才可以定奪 無論如何今年內會完成檢討